好 新北市近期不断有确诊 隔离民众抱怨没收到居隔通知书 或是内容有误 跑到各地卫生所要求补发 但有人领不到话码牌 听到要隔天再来当场情绪激动的咆哮 飙骂或是打电话恐吓承办人员 光是永和区卫生所一个礼拜报警了7次 也针对两位失控民众提告恐吓 卫生所人员穿着防护衣忙进忙出 突然闭南只怒气冲冲 正在柜台前大声飙骂 只见他越讲越气 双手不断比划 后头又冲进立米男子同样火气很大 就担心场面会继续失控 承办人员赶紧报案 有些人是觉得没有排到都很生气 远警到场才知道 卫生所外常常的队伍 统统是因为居隔单 有问题要来重新申请 只不过新北市现在天天确诊人数 都有两万例左右 但因为自填异调的系统问题 成功发出居隔单几率只有七到八成 等于说新北每天都有四到六千人发送失败 解割后统统涌入卫生所要补办 第一线人员真的负荷不了 我们现在限量号码牌 就上下午就是各多少这样子 我们要处理完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不处理完 我们楼上很多事情 我们都做到凌晨了没办法 因为人力不足 卫生所只能限量发号码牌 但却有民众领不到就当场激动 咆哮标骂 甚至打电话恐吓威胁 他要用手工一笔一笔的做 所以民众有的时候呢 他真的他也不了解 那他也不耐等候 那有少数的民众呢 就会大发雷霆 光是永和区卫生所 一个礼拜内就报警了七次 现在更针对两位失控民众提告恐吓 毕竟疫情严峻 第一线防疫卫生所人员 都已经漏夜加班 只希望民众能多点同理型 集中林昭贤新北市采访报道